來這裡 西鄉隆盛的公園 用名叫做南周翁 南周翁 來 要聽到嗎 來 阿扁有聽到嗎 他叫南周翁 他的爸爸叫做吉兵衛 媽媽叫做Masako正子 叫追元氏 其實他們現在算是豪族啦 好亞人啦 所以他們勝於入兒而倒士 小時候的時候 他跟隆隆 隆盛 三兄弟子 所以他自己又稱為南周 他自己套的河河 變成南周 但是小時候 幼年的時候 小時候開始有漢學 漢鵝仔有漢學 所以基本上他是承襲的 像什麼三國志啦 這個還有什麼殘學 還有什麼有來 但是因為哨摩凡 對他有誤會 所以把他放到安美大島去 所以基本上他就會 開始在那邊反省 那彌智維新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想法 尊王朗儀的想法 所以叫敬天愛人 我們要對得起天地 然後我們要愛世人 不是神愛世人 就是愛人 愛這廣大的民眾 就是那個天下 人民都是我的 我的好 就是天下都是我的人民 所以基本上他就這樣子建立起他的一個名聲 所以說做到日本的 所以有點像陸軍大將 就有點像陸軍 應該沒有看到 陸軍總司令那一個地步 那他留下了幾這句有名的詩 是在於他死前最有名的 你可以看到他寫 他寫得很棒的 己立心酸 日死兼 丈夫欲稅 愧轉權 一家疑事 仁之國 不為兒孫 買美田 所以說呢 自在天下 而不是在於自己的財富的累積 所以說他有胸懷大志 也因為他這樣子胸懷大志的關係 才會跟後來 跟民治 迴新跟民治政府會有所摩擦 因為很簡單 小松代道知道嗎 賭基的男朋友 他為了要達成說 尊王朗余 因為大家都各居一方 那就是跟分證各居很相同 大家都沒想要把他的款領放出來 大家都說為了我自己好 反正現在民治迴新 我是工程 所以我這個土地就要站起來 然後呢 小松代道他自己帶頭說 好 你讓我這樣 我把我的土地通通奉獻出來 都收歸國有 這些都是國家的 但是呢 西鄉農政並不是這種想法 因為認為 我今天為了這些打拼 但是我還要照顧下屬人 我不能把所有的 都通通貢獻出來 所以他跟大酒保利通起了衝突 起了衝突以後 開始就產生了摩擦 所以跟民治政府的 政府軍會的方向有點不一樣 大家想反不一樣 所以才產生了我們西南戰爭 那西南戰爭就打得對 從這邊一直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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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熊本 但是熊本城 大家能說熊本城攻下來 沒有 熊本城被燒掉了 為什麼被燒掉 原因呢 是不知道 不知名的火 人家磅會燒掉 但是呢 但是呢 也因為政府軍 獲得外國的資源 慢慢把它打回來 最後西鄉農牲在什麼 我們也會去看的地方 在那個村莞 是他在電城 他玩大廠 結果呢 他說 我就要藝這些地方 但是我不能去投降 結果他就是切剝自首 他把不斷拢我們 團隊儲走了 那也因為這樣一個反明治政府 所以他沒有列在 他們叫中列治 就是靖国神社来的